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了浓妆打扮起来 也不过看看六七分的美女吧 更何况我不会化浓妆 从来也没粘过假睫毛 双眼皮啥的 化妆都超级简单 描个眉毛 涂点唇膏就OK 从小我爸就教育我 不要太过重视外表 要追求内心的风影满足 我从小学习也算是自觉吧 虽说高考时没能出类拔萃到北大清华 但在我家对我的要求来说也算不错 顺顺当当211毕业 毕业一年就认识了我老公 去年刚结婚 我结婚这事在我家族都挺轰动 为啥呢 因为我老公家比较有钱 算是传说中的富二代吧 其实我至今也没想明白 为啥我俩能走到一块 可能我傻 不用费啥劲追 也可能我性格比较好 大大咧咧 不太记仇吧 反正就是 那时候我不想考工 回父母身边 找了家不太累 薪水普通的公司 一心想躺平 我家条件一般小康 就我一个独生女 说实话也没啥生存压力 像我这样一个佛系憨妞 能够借助父辈于婴 吃喝不愁 嘿嘿 我就很满足了 然后我平时爱打打游戏 还打得比较冲 游戏中就认识我老公了 起初就是经常跟在他屁股后面混 再后来 经常在一起聊天 砍大山 整天嘻嘻哈哈的 也从没有其他啥想法 了解多一点之后 他经常嘲笑我拥有一只猪的理想 我觉得猪也挺幸福的呀 只要不被杀 见面是他提出来的 很突然 就有一天我下班 他忽然说 想找个人一起去吃火锅 问我去不去 我当时很懵 我们平时也没多聊啥 见面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但是感觉他那天情绪有点低落 而且平时阻断聊天说话 也能感觉出他是挺正常一人 今天白日我怕傻 就去了呗 这货看着也就其貌不扬 一件灰色连帽衫 一条牛仔裤 还背个鞋夸包 就和大学里刚从实验室出来 往食堂冲了楼学哥 没啥区别 一见如故 相谈甚欢 再下周我就约了他 人家请了我 我总得回请吧 一来二去也不知道怎么就谈上了 我回家告诉我爸妈我谈恋爱时 我也指着他是本事人 在哪里上班 做啥的至于家在哪里 家里啥情况一概不知 对了 这货学渣一个 上到国外的大学 我叫不上名 反正不是啥名校 不过他工作还挺认真的 生意做得不错 比较有商业头脑 用他哥和我公公的话说 他天生就是做买卖的 就是懒 我老公姓人 我一般都喊他老人 我头几次去他家 也只觉得他家是有点钱的人 住别墅 有阿姨做饭 但确实没想到 他家比我想象的有钱多了 他爸妈做生意早 如今很多生意都在国外 他哥嫂都是常年在国外搭理 结婚时 我家没提彩礼 我爸妈本来也没多高的要求 只是希望他工作稳定 自己有房 我们自己能住 不要和公婆住在一起 因为我爸妈觉得 我又懒又缺心眼 一定会被婆家嫌弃 我爸妈身材做好了打算 如果未来女婿买的房市按揭 他们就帮我把贷款还清 因为怕我们以后生活有压力 我吃不到好吃的 当然 我老爸当时想的婚房也就是普通小区 百事来平板 直到结婚前 我家也没能想象到 他们家能那么有钱 只是觉得我傻人有傻福 能嫁给买大瓶丛 做婚房 还全款的婆家 真是烧高香了 结果婆家给了一笔彩礼后 我妈傻了 简直是懵了 感觉太多了 我父母都不敢收 再三和我老公确认 我妈还是一副很追追不安的样子 可能是觉得我怎么也不值那么多钱吧 再后来 在我家亲戚中引起震惊的时候 我妈缺心眼的 把婆家给送来的金手式箱子 拍照发家族群里了 别的就不说了 九队龙凤镯 就几乎装满一只小箱子了 从那以后 估计我 不对 是我家老人 就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亲戚惦记上了 婚后还不到一年 年初疫情刚过 我妈的表妹就给我妈打电话 说她21岁的女儿童童 就是我的表表妹要到湖南上班 说是找好了工作 是用期半个月单位不管住宿 想住到我家 我结婚后和我老公是住湖南的 离我家也就八十多公里 我妈和那个表妹家是姐妹两个 我妈和她表姐走得近些 因为都住一个市 时常往来的 我妈的表姐家也是个女儿 叫玲玲 和我同岁 之前在广州 也是去年一直在看房子 准备回湖南市来定居的 我和玲玲从小就经常在一起的 还蛮熟悉 但我妈的表妹很多年一直在外地 和我妈没来往 她的女儿童童 我更是几乎不认识 只是小时候见过面 我妈还没来得及和我说 她表妹就问了我的电话 直接打给了我 我叫表姨 真的刚接电话 我都不知道她是谁 她一开口就亲热得不得了 一口一个鸭鸭 你妹妹要去湖南上班 她一个小姑娘出门在外 你这个姐姐要帮我看看牢 一定要住我家 我有点不愿意 毕竟我连她是谁都想不起来啊 就说我得问问我妈 结果我妈告诉我 她也莫名其妙接到电话 也帮我推辞了 说不如帮她找个民宿住吧 住到家里不方便 按正常人来说 这样说了就该知难而退了吧 我那个表姨却不 非要给我打电话 一口一个亲戚 你是姐姐 就非要我照顾她家统统不渴的样子 我和老人说了这事 老人也不太愿意 也说 要不你给她出钱 找个民宿住半个月得了 虽说家里地方够大 但毕竟谁也不喜欢陌生人来家住吧 接连打了几个电话 我甚至都说 阿姨 妹妹来了我出钱 帮她找个民宿住吧 我表姨却说 那不行 一个小姑娘住民宿我不放心 和你一起 你帮我看看老我安心点 那咋办 不答应都不行的样子 老人说 那就叫来吧 反正地方大又住不了多久 我俩都是担心 再不答应 害怕我妈以后见面 面子上挂不住了 那来就来吧 来的那天我开车去高铁站接她 我小时候见她的时候 她还在她妈怀里抱着呢 真是女大十八变 童童白又瘦 长得还挺漂亮 说话软软糯糯的 一口一个压压姐 回家的路上 她就问了我两次 第一次是问 姐夫上班很忙吗 没陪你来呀 我说她打游戏呢 天热懒得出门 再说我自己来就行 也不是不认识路 一个小姑娘又没多少行李 后来快到家又问 姐夫是不是不高兴我来呀 我害怕姐夫嫌我打扰她 我心说你本来就是打扰我吗 但你不还是来了 当然我嘴上肯定说没有没有 然后就是问我 为啥只开个特斯拉 为啥姐夫不给你买个高档车 我觉得我这小车挺好 没毛病啊 黑黑一笑也就过了 到家第一天 我们一家四口一起吃的饭 婚后 我婆不怕我们俩自己做不好饭 把家里的李阿姨指派给我们了 李阿姨在婆家好些年了 照顾老人也好些年了 人特别好 对我也很好 菜烧得一流好吃 那天是我和老人 李阿姨 还有童童一起吃的饭 一切都美满和谐 吃完饭 我去她房间看看 李阿姨都弄好了 也没啥事 就闲聊了几句 叫她需要什么哼我说 晚上看电视 彤彤拿出手机说 鸭鸭姐夫 我加你个微信啊 我听见那句鸭鸭姐夫 头皮就发麻了 真的是又点又糯 交流出了天际 我这边还在自叹 同样是女人 你听人家那一嗓子 那叫勾魂 我啥时候能有这样的才能呢 老人估计也被叫懵了 眨巴了好几下眼才说 你加你姐就行 有事找她 我平时都不看微信 然后系拉着她的大拖鞋 就进卧室去了 临走还说 你们姐妹说话吧 我休息了 接连几天相安无事 因为她来之前 表姨就一再和我说 你表妹年轻小 出门在外 你一定要看看老她 早上上班 她地铁什么的还不认路 你让你老公送送她 拜托拜托了 这两年疫情 老人的工作本就不忙 加上天热 她那个人懒得门都不爱出 有时她自己公司的事 她都赖给我 你还指望她早起送人 我是没指望过 所以接下来一周 都是我早上起来 送童童去上班 后面她自己 可能不好意思了 和我说 送她到地铁站就行 童童是幼师 在湖南 也是经理一家早教机构 然后大概在她住进我家 第五六天的样子吧 有一天晚上 我们三个坐在客厅吃吸管 童童忽然站起身对我说 鸭鸭姐 我们今天拍一段小朋友的舞蹈 我跳给你看 我还没说话 她就开始低头翻手机放音乐 我和老人就有那么点点尴尬的 等着她表演 期间 李阿姨也站在一边看 音乐响起 陈老师著名的儿个孤勇者 童童动作潇散的踢掉拖鞋 就在我家客厅里跳起来了 平心而论 跳得挺好的 起码比我强多了 但是越来越不对 里面加了好多是而不宜的动作 而且越跳 越往老人坐的沙发那头 比如 她做了一个一手按在小腹 前后摆臀块的动作 几乎就是站在老人的身边 直接冲着老人做性感动作了 我是看傻了 就是觉得太太太丢人了吧 老人瞅着我的脸 一脸目瞪口呆 猝不及讽地问 你 这是给幼儿园孩子排的舞蹈 童童笑成了花 刷得就在沙发对面的地上跪了下来 两手指指插起 眨抱着大眼睛看着老人 鸭鸭姐夫 怎么样了 人家跳得好不好看 从收拾到跪下 再度抬起手撑住脸 抬起水汪汪的惺惺眼 注视老人 童童的整套动作 一气呵成天真无邪 丝毫没有半点托你带水 嗲音鸟鸟中 老人没搭理她 几身回卧室了 边走边说 鸭鸭 看好你这妹妹吧 别哪天让孩子家长给揍了 我和李阿姨同时笑了 也是没谁了 我都不知道咋形容她好了 第二天周末 童童提出 鸭鸭姐 让姐夫带我出去玩玩吧 我对湖南都不熟悉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 老人说 我没空 让你姐陪你去吧 也确实 老人约了她几个朋友去游游 本来我们都是一起去的 但那天 我和老人同时决定 不能带童童去 万一 她当着人面来一段少儿舞蹈 我们丢不起那个人呢 结果老人走了 她有时候不想动了 就在家里看节目 老人的平板放在客厅那端茶台上 我刷着手机 听见李阿姨制止她 童童 不要动你姐夫的平板 你姐夫不喜欢别人动她的东西哦 我假装没听见 但是看见她一脸不情愿地放下平板 瞪了李阿姨一眼 李阿姨把平板拿进书房 顺手锁上了书房的门 我心里按她 这是何苦了 换作我 我是说什么都要住民宿的 自由自在的 不被人盯着不乡吗 更何况 我都说了帮她出钱了呀 反正那段时间 老人几乎不和她正面说话 她主动找老人搭话 老人也是不咋回忆 要不 她就去小客厅看片 或者打游戏了 童童跟着凑到小客厅看片 老人就把她留在那边 自己回卧室 或者书房锁上门 大概第二周 离她说好友走的时间 前不久几天 一天晚上 统统跑过来敲我们卧室的门 软软地问 鸭鸭姐 姐夫 我点了外卖 你们要不要出来吃 老人动也不动 我不好意思让她尴尬 就出来和她一起坐在饭厅吃了两口 我和老人晚上都不吃东西 最多就是有时上火呀 天热呀 喝一碗阿姨煮的糖水 我意思地吃了两口 谢过她 让她慢慢吃 就去漱口了 就在我漱口的空 好家伙 人家端着一杯奶茶 就冲进我的卧室了 门都没敲 姐夫 我给你点了奶茶 你喝点吧 老人一脸恶然地抬头看着她 说不喝 谢谢 白手让她出去 想必老人当时心里很是郁闷 她那个人 虽然整天嘻嘻哈哈 挺随和 但界限感很强 还有点小洁癖 闯进她的卧室 已经让她很反感了 然后彤彤还非要捧着奶茶凑过去 非要递给她 我回来的时候 老人争一脸不高兴的 提着杯奶茶走出卧室 表表没来劲了 冲着我说 鸭鸭姐 姐夫不喜欢我 多不肯要我给她买的奶茶 那小嘴嘟囔着 一副委屈到不行的样子 我笑了 说 我也不喜欢 不是说你 我俩都不喜欢奶茶 老人很没风度地来了一句 我能进去睡觉了吗 就这 他竟然还坚持了两天以后才走 走的时候 我送他和行李去他单位 他一边坐我车上 一边给老人发微信好友请求 事后老人拿来给我看 请求是 叫姐夫也太严肃了 我能叫你人哥哥吗 老人装作没看到 直接拉黑 陈兴华 这是来我家勾引我老公了吗 这也太明显了吧 他走了当天 灵灵给我打电话 问我 童童在你家 我说 住了十多天刚送走 原来我刚送走他 他就在朋友圈 发了我家房子和周边的照片 灵灵一看就吓了一跳 赶紧打电话给我 他一直以为 我都不认识童童母女的 我就给他讲了一遍 灵灵告诉我 童童他妈当年是婚内出轨 带着童童跟别人私奔 跑坐好多年 前几年 他们母女俩才回来 不过他家那边的亲戚 都不怎么和这母女俩来往 说是童童年纪小 男朋友却很多 才十九岁 被别人家老婆打上门的事都有过 事后 灵灵就埋怨我心大 怎么不打电话问问他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啊 只觉得是远房不熟悉的亲戚 上门来麻烦人 真没想到其他 灵灵又说 我家也在杭州啊 我房子买好装修好 因为还没入住 别人不知道 可我阿姨 童童妈是知道的呀 我这里房子空着呢 他妈怎么不说来我家住啊 就算按亲戚说 童童和我也比和你亲吧 怎么找到你那边 却瞒着我和我妈 我 不知道咋说了 我就把童童这些天 在我家的种种 和灵灵讲了讲 灵灵挂了电话就去调查 后来告诉我 打电话到 童童上班的早叫机构问了 人家那边 试用期就安排住宿的 她反复问了好几次 确定试用期 一直有住宿的 据说灵灵妈听说后 直接找上门 把她妹妹骂了一顿 说是 你们不要在家乡做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事情 都是亲戚 你们不要脸灭我们还要 大概前后不到一周吧 灵灵给我打电话说 童童已经不在那边上班了 回家了 这 这感情就是特意来我家住了几天呗 真的 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事后 挖这事告诉我妈 我都觉得丢人 真的是太丢人了 我爸气得给我妈数落一顿 想必以后 不会再有这种事发生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心寒 也觉得可怕 这年头 防骗防被打 还要防清减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